王一博风起洛阳穿一身红收工,造型派向新郎冠,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,王一博就已经进组,开始拍摄风起洛阳这一部电视剧了,而且随后的一段时间里,网上全都是关于他们的花絮,关于他们的路透照,而且这一次王一博和宋毅,在剧中也是演的是一对夫妻,还有一些恩爱的画面随之流出,很多粉丝看到剧照都已经是一对夫妻, 吃醋了,不知道正片播出之后,会不会让大家现在醋缸里无法自拔呢?而且在微博之夜结束之后,他就已经回到剧组开始拍戏了,很多粉丝依然在现场,每天接他下班,每天送他上班,希望他这部戏杀青之后,大家可以给他一些自由,可以给他一些距离,而且在刚刚有现场的粉丝朋友们,也晒出了一组,他正在收工赶回酒店的画面,当时他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天气 比较寒冷的原因,所以,他每一次出现在剧组的时候,都会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衣博本身就是非常好相处的男孩子,没有偶像包袱,也没有明星光环,和他拍戏,应该会很自由很舒服吧? 而这一次,他收工的时候,还穿着剧组的服装,并没有来得及换当镜头拉近,网友们发现,此时此刻,他穿了一身红色的衣服,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,他在剧组穿红色长衫的画面,也难怪大家都纷纷调侃造型,实在是太像新郎官了,看到王一博一身红衣出场,缓缓走来的那一刻,像极了新郎官,很期待正片能够快快播出,也很期待百里的出场。 感谢观看